大家好,以色列新的总理上任了,以色列的新总理叫贝内特 美国总统拜登也向贝内特发表了贺电 另外向德国、向俄罗斯也向以色列新的总理发出了贺电 默克尔表示将与以色列政府密切合作 拥有120起的以色列议会,周日以60票赞成,59票反对,一票弃权的结果 通过了由统一右翼联盟领导人贝内特和中左翼政党拥有蔚来党领导人 叫拉皮德联合组建的新政府 拉皮德本月初的时候通知总理总统叫李福林 他已经成功组建新一届政府 新届政府包括拥有蔚来党 右翼政党统一右翼联盟 中间党派、蓝白党等八个政党 新政党成立以后,总理一职将由贝内特担任 拉皮德任副总理,两人将进行职位轮换 议会周日通过新的政府信任投票 标志内塔尼亚湖长达12年的执政 画下句号,以色列政坛进入新时代 贝内特也向议会发表演说 他表示新一届政府将为包括阿拉伯少数民族 在内的全体以色列人民服务 贝内特在议会表决前表示 我理解对于不少人来说 今天不是一个容易轻松的日子 但也绝非一个忌日 今天是变革的一天 也是民主制度下权力变更的一天 贝内特承诺将会开启 以色列与阿拉伯裔公民的新篇章 他说阿巴斯和联合阿拉伯民主党 将会在联合政府中代表以色列的阿拉伯裔公民 阿巴斯是联合阿拉伯民主党的领导人 那么极右翼的贝内特 也对巴勒斯坦激进运动哈马斯组织放话说 我希望南方继续停火 但如果哈马斯选择对以色列暴力相向 他将会撞向一睹 铜墙铁壁 贝内特感谢美国总统拜登 在加沙地带最近的暴力冲突中支持以色列 强调将会改善与美国国会两党的关系 在伊朗议题上 贝内特强调以色列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 他说恢复伊朗核协议将是个错误 将是全球最暴力的政权之一获得正当性 议会表决结果宣布以后 数千内塔尼亚湖的反对者涌上特拉雷夫和伊朗沙冷街头 并在伊朗沙冷的官邸外开始庆祝内塔尼亚湖时代的结束 那以色列这个拉皮德呢 新的领导人拉皮德 他这个组建新的政府以后啊 贝内特当选这个总理 我觉得对以色列来说啊 是右翼的胜利啊 对以色列右翼的胜利 很简单 以色列国内现在右翼抬头 而这个以色列的政治啊 我简单给你大家说一下 现在国内啊 以色列国内呢 因为前一段时间和这个巴勒斯坦爆发这个冲突 国内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 特别是与这个阿拉伯的这个难民或移民 关系非常非常微妙啊 有一种排外 所以呢 以色列右翼呢 现在在整个以色列国内有种抬头 而这个内塔尼亚湖为什么得不到大家支持就在这 你看一票弃权 所以这一票如果投给内塔尼亚湖 内塔尼亚湖就成了 内塔尼亚湖 是吧 他就还能继续执政 你看就差一票 内塔尼亚湖在以色列国内已经是政治高人了 能干12年 但是他为什么还是下去了 其实就是内塔尼亚湖的政策 内塔尼亚湖支持什么 支持移民 支持移民 支持开放 支持和阿拉伯人恢复关系 那让以色列他国内的这种激进的右翼 民族主义者非常不满 所以你看以色列右翼 极右翼就上台了 所以极右翼上台以后呢 他组建的这个阿拉伯 阿拉伯的这个联盟 对吧 和阿拉伯人这个联盟 未来会成为这个 他这个新的组建政府的一个短板 你想右翼本来就是排斥阿拉伯人排外的 又和阿拉伯的这个政党 是吧 阿拉伯这个社会党 联合组建政府 那以后呢 矛盾肯定是越来越巨大的 所以啊 内塔尼亚湖也说了 我很快会回来 因为内塔尼亚湖也知道 他这个八个政党组建的这个联合政府啊 里边的 除了想推翻我内塔尼亚湖以外啊 基本上意识形态啊 刻着各种想法 其实都不一致 右翼天天喊着 干掉阿拉伯人 是吧 不让阿拉伯人移民 阿拉伯政党一听这话 我还跟你联合组建政府 那政府以后怎么运作 别在政府里打起来 所以 内塔尼亚湖也看到 以色列国内这个政府啊 现在新组建这个政府 实际上就是草台班子 就为了反对我临时搭个伙 长久不了 那你看内塔尼亚湖也说了 我会回来的 其实我之前也说过啊 就是内塔尼亚湖 他这种政治人物啊 他能稳定住中东 因为他呢 他能平衡各方 但是他这种呢 长期执政会引起什么呢 引起啊 反对派的联合 对吧 你太强了以后 想推翻你的人 会基于一个共同的利益 推翻你 会联合 但是长久不了 因为以色列国内也很复杂 以色列右翼也抬头 另外以色列的阿拉伯人 对吧 排外的 是吧 和被排斥的这帮人会联合 会联合 但是只是想上台 夺权以后呢 互相又斗 斗来斗去 所以我觉得后续呢 这个政权啊 会对以色列未来相关的这个政策 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不会有太大影响 他出现一些过激的行动 过激的一些 特别针对伊朗 有些过激的言行可能会有 但是他想要实际行动 需要以色列国会 还有以色列国内的支持 但现在看不行了 以色列国内现在对 极右翼 对吧 分裂嘛 分裂状态 对极右翼 他这种抬头也是有警惕的 而且内塔尼亚湖 你也可以看 他的支持人数也是不少 所以现在我觉得 他对伊朗啊 这个新的政权 对伊朗 对伊朗 他这个实际行动 是有限的 其实还不如内塔尼亚湖 你说内塔尼亚湖 要是真想对伊朗动物 他还真有行动能力 这个政党 这八个政党联合起来 搞的这个政府啊 这个政府 我觉得行动能力太差了 未来可能会分裂 对吧 各自为政 互相斗来 最后我觉得啊 这个以色列的政治内斗啊 现在可以看 以色列这种政治内斗啊 那伊朗就是完全可以利用起来了 伊朗呢 和以色列这种极右翼 互相认真死对头 而伊朗极右翼呢 对吧 他这种上台呢 让以色列国内的政治出现了一个动荡 群雄逐鹿 你看八个政党组建新政府 互相斗 未来肯定要撕裂 那内塔尼亚湖下台以后 没有了新的这个 新的这个目标 互相八个党之间会争权夺利 而内塔尼亚湖又利用这些八个党之间 互相争斗 为了自己上台做铺垫 你看以色列国内政治以后这个方向发展 那政治的这个动荡 其实也会影响到以色列整体的安全 伊朗就会利用这个时间 我觉得伊朗现在会加速它的核计划 未来几个月内 伊朗可能会造出炎子弹 布林肯已经公开表示 伊朗的现在 他这个油农缩已经 这个速度 油农缩的速度 达到史上最快 也就是说 伊朗完全放开了油农缩 几个月内就可能造出炎子弹 这布林肯亲口说的 所以在这个时候 伊朗会加速自己的核计划 而以色列现在正在内斗 所以我现在说中东啊 真的啊 如果伊朗造出炎子弹 那以色列呢 不管哪一个当总统 哪个当总理 都会向伊朗宣战 直接清除伊朗这个核计划 所以说现在整个中东啊 这个大战其实啊 箭在弦上 只等伊朗这个原则在造